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什么时候在南海的航行或者飞越自由遇到了问题 而且是由中方引起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给出我们任何一个明确的答案 由此可见航行飞越自由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伪命题 那么中方的立场非常明确 我们愿于地区国家一道坚定地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 所享有的真正的航行与飞越自由 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那些拿着所谓的航行自由为幌子 来做损害南海沿岸国主权与安全利益的事情 另外呢也麻烦你提醒一下彭斯先生 美国到现在还没有批准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如果美国能够尽早地批约 并且加入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我想更加有利于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你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呢 我没有听说 所以呢也不了解 至于你提到中国和梵提纲的关系 近期呢大家也都很关心 我们也多次阐述了中方的立场 那么你可以看到中凡双方呢 对改善中凡关系都是做出了努力 我们愿意与凡方呢 继续相向而行 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增进理解 积累互信 推动双方关系的改善进程呢 不断地向前发展 习近平主席去 今天正在巴西访问 那么并要出席IPAC领导人会议 那么相关的所有的日常安排 我们都已经公布了 所有的日常呢 我们都是与往返国家呢 双方商定的 中国和俄罗斯现在享有 最高水平的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 两国领导人呢 一直利用各种场合 包括双边互访 以及在多边会议当中的双边会晤 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协调 就双方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 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呢 及时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协调 我们呢 高度评价目前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发展 我们也期待着 同俄方呢 继续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 密切战略协调与合作 中美两国元首一号进行了电话通话之后呢 双方的经贸的经济的团队 已经恢复了在经贸领域的高层的接触 那么双方的经济团队呢 也正在就有关的问题呢 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你提到的这个呢 我也是今天刚刚看到了有关的报道 那么具体的情况我并不了解 只是看到了报道 但是呢 正如我们大家所看到的 近一段时期以来 在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半岛的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我们希望呢 目前半岛的积极的势头 能够继续的延续 你知道中方呢 一向是支持朝美双方进行接触 我们也支持朝美双方呢 采取切实的行动 落实朝美领导人第一次会晤 所达成的共识 因为我们知道美朝双方呢 正在围绕着美朝领导人 第一次会晤的共识呢 在开展对话和接触 中方呢是支持的 我们希望呢 这种美朝之间的这种高层接触呢 能够有利于推动半岛形势 继续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 也有利于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谢谢大家 15分钟